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方经历了入训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 山西 河北 北京 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道暴雨天气 昨天 我国北方地区的降雨中心转移至东北一带 南方较强的降雨则主要集中在西南一带 专家提醒 持续的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等地质灾害 各地需要加强防范 最近 城坤铁路因为暴雨水害造成了部分区间的中断 目前八个水害点已抢通五个 仍然有三个在紧张抢险 铁路部门还调来轨道车 紧急转移附近的受灾村民近千人 受28号以来 四川梁山多地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影响 29号上午 城坤铁路梁洪至哀戴站间 甘落至南尔港站间两个区间中断 铁路部门紧急调集700余人和八台大型机械在八个水害点同时抢险 到30号晚上7点 还剩下梁洪至哀戴站间的三处水害点再继续抢险 其中 306公里处是泥石流上道量最大的一处 处于两个隧道之间的铁路桥上 大量的泥石流在桥下堆积并涌入隧道 无法使用大型机械 且降雨持续 抢险难度大 从30号上午11点开始 铁路部门调来三辆轨道车参与抢险 从峨梅车务段管辖的梁洪站 苏雄站 转运当地受灾村民到25公里外的汉原站 到30号下午6点 轨道车已开行11趟 转运受灾村民913人 包括15名伤员 此外 铁路部门发布信息 7月31号途经成坤铁路的16趟旅客列车继续全部停运 成都 梅山 峨梅 西昌等站 增开退票窗口 截止到30号下午6点半 共办理退票1.7万张 连日来 降水一直是黑龙江省的主要天气状况 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天气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7月30号 在哈尔滨市 阿城 武昌等地 不少居民感受到了强降雨的威力 你看看这水吧 这水多大 你看看 连着都上窗台了 这是7月30号实时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镇矿山村拍摄的画面 整个路面全是积水 一位老人正在从窗台向屋里爬 积水高度已经淹没过了老人的腰部 从7月30号凌晨开始 哈尔滨市阿城区就下起了暴雨 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30号11时00分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目前 阿城区部分乡镇雨量已超过100毫米 未来降水仍将持续 预计未来三小时 阿城武昌部分乡镇降水可达100毫米以上 由于持续降水 多个村屯受到影响 乡间小路被淹没 洪水涌进交界镇洪石村等地 阿城区公安局抢险救灾突击队成功转移被困群众130余人 由于连续降雨 7月30号早上6点左右 武昌市新龙乡新武村的富有屯和王海屯四周被水围困 当地政府辖区派出所赶往现场疏散救援 因为雨没停一直下 道路也被水淹没了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用冲锋舟将被困群众40多人安全转移 据气象部门的消息 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 31号中午起 穷州海峡风力将增大至9级 海南海市部门决定 穷州海峡客滚船从31号70起全线停航 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停运 海南省三防部门决定 从30号18时起 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要求渔船及时回港避风 各地严密监测水库可建筑工地的安全 排查漫水桥 溢积水处等危险地带 防止发生地质灾害 据气象部门的介绍 南海热带低压 有可能加强为今年第七号台风 可能在海南岛东北部登陆 或从文昌进海擦过 登陆雷州半岛 期间海南将会迎来大量的降水 7月30号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湖南 江西 贵州 广西 福建五省区 下波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8.3亿元 其中湖南3.6亿元 江西2.9亿元 贵州1亿元 广西4000万元 福建4000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和帮助地方 做好遭受7月9号以来 严重洪涝灾害的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过度期生活救助 导损民房恢复重建 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 据猫眼电影的统计 国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剑士》 上映第五天 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0.75亿元 为整个暑期档带来了惊喜 一起来看一下 电影《哪吒》从上映以来 就不断刷新各项记录 上映仅一小时29分 票房就已经突破1亿元大关 上映第三天 累计票房就已经达5.5亿元 上映第五天 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 已经超过了之前的《大盛归来》 成为首部票房达10亿元的 国产动画电影 中国的观众 以前就有个固有的思维 认为国产动画 就是做得很难看 就是做得低优 我们这一次呢 也是全行业一起鼓着一个劲儿 就想憋出一个好作品牌 据了解 哪吒的出品方是光线影业 及其关联的子公司 此时光线传媒正经历上市 八年来的业绩挑战 光线传媒7月15号披露的 2019年半年业绩预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公司盈利8500万元至1.05亿元 上年同期21.07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95.02% 至95.97% 电影哪吒的大卖 也为上半年略显颓势的 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得益于哪吒票房大卖 光线传媒股价也逆势上涨 本月大涨27.35% 光线传媒也在昨天五间披露 截至29号 哪吒为公司贡献营收 2.03亿元至2.43亿元 随着暑期档渐入佳境 烈火英雄 暑胆英雄 上海堡垒等多部大制作国产片 即将上映 市场预期 今年下半年 或将迎来票房的一波反弹 英国首相约翰逊30号表示 他并不想无协议脱欧 但不得不为这种可能性 做出准备 约翰逊说 脱欧谈判的下一步 就是欧盟应该做出让步 如果欧盟无法做出让步 很明显 英国就必须做好 无协议脱欧的准备 尽管约翰逊此前多次表示 将与欧盟就新的脱欧协议进行谈判 但欧盟坚称不会重新谈判 从目前情况分析 英欧要在10月31号前 谈出一份新的脱欧协议 难度很大 鉴于约翰逊坚持暗期脱欧的立场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将大幅增加 不过英国国内对约翰逊 无协议脱欧的主张反对声很大 反对者认为 这样做无异于把英国经济推下悬崖 同时英国议会下院18号投票 通过一份修正案 明确反对新首相 绕过议会 在英国未能与欧盟 达成一份新脱欧协议的情况下 强行推动无协议脱欧 韩国外交部30号证实 日本可能在8月2号处理 出口贸易管理令修订案 把韩国排除出 获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韩国外交部在递交国会的 一份报告中写道 这一法案有望在日本内阁会议通过 并进入程序 8月底生效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经和30号 向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 汇报时说 日本的多项举措不可理喻 且没有正当理由 带有报复性质 东盟地区论坛本周晚些时候 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康经和说 正在着手安排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在论坛期间分别会面 康经和与河野太郎的会面 可能在8月1号或2号 这将是日本政府施加 对韩方出口限制以后 两国外长首次见面 韩国中央银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韩国经济环比增长1.1% 避免了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但分析人士认为 受国际贸易局势 及相关行业市场趋势的影响 尤其是不断发酵的韩日贸易摩擦 下半年的韩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韩国经济环比萎缩0.4% 创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差表现 虽然第二季度经济恢复增长 从而避免了连续两个季度 经济萎缩的技术性衰退 但统计显示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来自政府财政刺激 而私营部门贡献率则为负值 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韩国月度出口额 自去年12月起 连续7个月同比下降 尤其是受到国际市场芯片价格下滑 以及外部产业环境的影响 韩国半导体产业表现疲软 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数据显示 今年6月半导体出口同比减少25.3% 雪上加霜的是 日本政府7月初宣布对出口韩国的 三种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加强管制 而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这些原材料上 对日本有着非常高的依赖度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 日本对韩出口管制 将令韩国相关产业面临供货吃紧 和成本上升困境 进一步加重韩国经济下行压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财经资讯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30号援引伊朗官方消息说 自2019年7月16号起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的人员 赴伊朗旅游观光和商务访问 可免签入境 每次入境后可停留21天 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护照人员 前往中国 仍然需要到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办理签证 7月30号和7月31号 美联储举行备受关注的 货币政策决策会议 议期的结果将会于 北京时间8月1号的凌晨公布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 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宣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